今天我听说刘丹的妈妈 她要做手术 我想发动咱们全班同学一起募捐 这个提议不错 不对啊 我记着她妈妈手术费 不是免费吗 术后恢复也需要钱 我们同学一场 应该表示一下 对 不过刘丹的运气倒真好 听说背后有个隐形富豪 帮她把钱给付了呢 我去 不是吧 刘丹 你傻呀 顾小满和沈争阳啊 对吧 顾小满为了刘丹跑前跑后的 沈争阳之前为了追她 搞那么大阵仗 反正她也不缺钱 现在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了 可不得好好表现表现 天呐 如果我是真的的话 我是顾小满 肯定感动死了 立刻一身相许 没有根据的事 你们还是别乱说了 以沈争阳的性格 她做的这种事 一定会说出来的 那或许 她做情深的人设了 上个吧 我妈妈她 已经去世了 是车祸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沈老师 您刚才说车祸去世的大体 是哪一个啊 就是顾小满 她们那种那个 你没事吧 刘大 师兄之前跟我说了 手术成功率很大 她拍胸脯保证的 你妈妈一定不会有事的 小满 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到底怎么了 小满 我真的不知道 你妈妈是出车祸去世的 原来我对你做了那么残忍的事 你说什么呢 那天解剖客 那句车祸的大体 是我故意调到我们族的 你 你怎么会 是孙艾尼 是孙艾尼让我这么做的 孙艾尼 他今天日子怎么了 周琳娜 孙艾尼怎么了 出事了 小满可能要把孙艾尼给杀了 哎 哎 面线接给你了啊 好的 老师那您放心 老师再见 孙艾尼 你是不是威胁留待 让他把车祸那句大体 选到我们族 你故意让我 还受不了解碰对不对 顾小满 我不是帮他说话 但我跟孙艾尼 从小一起长到大 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的意思是 我冤枉他了 不是 你到底相信我 还是相信他 这件事等刘丹回来 我查清楚 不用了 你就是相信他 既然你已经占定了立场 那么以后 这件事 我的事 你不用再夸了 顾小满 孙艾 你还好吗 如果不是你拦着的话 他会打我的吧 一个女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动手打人呢 安宁 我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 他妈妈的事 一直是他心里的一道坎 可是这关我什么事啊 那天刘丹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在啊 你也听到了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陷害我 这对他们能有什么好处呢 安宁 你确定你没有 左岸 刘丹怎么说 他说他也不知道 才让我别要再想了 好好复习吧 那怎么能行呢 让他回来 和孙艾宁的小狐狸对峙 凭什么就这么算了 对 不能这么算了 你突然跟着我说什么呀 你刚才不是说我是猴子吗 你跟着猴子学 你还说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呢 我 那你吐一个象牙我看看 行了 你们两个慢慢吵 我回去了 你真就这么算了 你 左岸 他相信孙艾宁 哎 这回左岸真是吓我 嗯 这回你吐出象牙来了 你 我听说你今天要揍孙安宁啊 区区一个孙安宁 你至于吗 好 既然你这么在意 我帮你 我要让孙安宁知道 欺负了我的人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你要干什么 谁是你的人 你呀 一个和我绝交的人 简称我的人 我 你放心 本少爷什么都擅长 整人最最擅长 我要让孙安宁后悔 出现在这个学校 我告诉你不要乱来啊 怎么是乱来 他都差点把你给逼走了 我都做好和你生离死别的准备 我受到了多大的创伤 反正我告诉你不要乱来 我已经不打算和他计较了 你不和他计较 为什么你对所有人都宽容 就对我一个人严格 我什么时候定 那你把绝交的话收回去 收回去 你掏我话是吧 你收回去啊 我不要绝交 求求你 不要绝交好不好 如果你真要绝交的话 我绝不会放过孙安宁 我为什么要为了孙安宁对 那你就当是为了我 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 如果你都不理我的话 那我狗言残喘有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再不点头 我保证让孙安宁今晚十点上内网热搜 而且我还要置底 我是为你报仇 还有三小时 二十三分钟 三十三 小满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你给我让开 孔小满 我有事想和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你干嘛呀 人家都说没话说了 放手 之前的事我还没找你算 那你现在找我呀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小满 你就要这么亲热干嘛 你的安宁呢 就没帮你来吧 我还没有人家等下来 他没人家等下来 我还没人家等下来 你天下来 我还没人家等下来 我还能打得很 hei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